梅根即将接手第一份王室工作 敬报海外网1月7日电 近日有英国媒体爆出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已经交给孙希梅根她的第一份王室工作 而这份工作对梅根而言 简直在完美不过了据英国敬报报道 梅根将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手中 接管一项十分重要的赞助 而她作为演员的经历 会给这份工作提供很大帮助报道 称剧王室内部消息人士的说法 梅根将任英国国家大剧院的赞助人 凭借她的演艺经验 梅根和这份工作将会是一种天作之和 此前的英国王室活动上 女王和梅根同况视觉中国剧业内人士消息 梅根已经着手开始工作上个月 还同剧院负责人诺里斯 Rubus Norris举行了一次私人会议 讨论他即将担任的新角色 像其他王室成员一样 梅根或将在未来几周 公布一系列赞助计划 而他此次担任赞助人的任务之一 就是加强剧院同美国赞助商之间的联系 报道指出去年年底时 女王就同梅根讨论过他的新角色 女王表示 他希望自己在年满93岁之后 逐步减少工作量 去年 梅根和哈里王子观看慈善演出 劲爆 梅根在大学期间学习戏剧 他在戏剧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是出演法律题材的电视剧西装 Sorts 同时 他也是一位剧院戏剧的爱好者 去年 他和哈里王子一起参加了 在伦敦维多利亚宫进行的 汉密尔顿慈善演出 此外 梅根作为王室成员的第一个个人项目 也在顺利进行 他推出了慈善食谱 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 未曾在2017年 伦敦里格兰菲塔火灾中 受到影响的民众提供帮助 海外网未许了一本文系版权作品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 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 海外网 3W.HAIWAINET.CN 或海客客户端 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